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贵平顺 有人贫穷坎坷 这也是事实 某些事是先天注定的 无法改变 但结果不会是注定的 就比如我们的父母家庭 我们无法选择 但却可以改变 借东野归无所言 谁都想生在好人家 可无法选择父母 发给你什么样的牌 你只能尽量打好它 有人一手好牌打个稀烂 而有人一手烂牌 却最终成为人生赢家 所以虽有上天注定 还有事在人为 肖战出生在一个非常和美的家庭 在关爱中长大 因着心中热爱 肖战于半途转战娱乐圈 凭着天赋与努力展露头角 却遭遇了人生前所未有的黑暗 世间最狠的恶意 在很多人都认为它倒霉透了 不行了 它却用清白 用坚韧 用不服输的勇气 重回大众事业 化不利 为有利 越挫磨 越闪亮 百花园不容身 那就一枝独秀 一记绝尘 肖战身正 行正 满满正能量 走过最严酷的冬天 迎来烂漫的春天 然而恶意从不会消失 就像再大的太阳 也还是会有阴影 以某知名编剧为例 肖战虽与他并无交集 却美美见智 诸多指责把肖战归于流量 站在道德高地 痛骂流量艺人 这背后到底是战队问题 还是利益问题 还是坚而有之 只有他自己明白 不过无论从哪方面对一个努力上进的后辈艺人 大放厥词都是不妥的 对于他的言行 网上群众颇多议论 诸多不耻 但岂有着自己的底气 我行我素 这让人不禁想到老一辈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一个段子 一位罪汉 倒在大马路上 自行车不躲 摩托车不躲 小轿车不躲 救火车来了 他起来了 怕压死白压 看来很多人看似疯癫 只因为遇到硬茬子 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仗着身份 背景言行无状 甚至为所欲为 让全市迷了眼 失了底线 然而再强横的背景 多行不易 也必自毙 波士经英传媒有限公司与编剧汪合作了一部剧 叱咤之成 其中诸多纠葛且不必细说 总之因其关于该剧的言论 让他摊上市了 该公司一直说明内容极为丰富 一直以来 其在影视行业都是一位道德标兵 长期以为编剧维权为己任 长期在微博激扬文字挥斥方球 长期站在道德高地痛骂流量艺人 我们以为这样的汪先生是不可能张口就是谎言 援引都是谣言 这些话真是讽刺意味十足 直戳痛脚 往日在微博指点江山 如今被只说谎 真是把力申根本都揭了 而以及我们尚未披露为您保留颜面的更多事实 意味着更多的不堪 若双方不能和解 后续可是会热闹无比 不排除法律维权 道德标兵的另一面 或将揭开面纱 这世上有太多自己一团糟 却比比哗哗叫骂别人的人 而身在娱乐圈前线的公众人物 更因谨言慎行 德行相配 希望其能有最悍最后的理智 悬崖勒马吧 人们喜爱肖战因其静 因其善 因其正 喜爱他所饰演的角色 更喜爱他端正的人品 这世上深正 行政哪怕再坎坷也会行得长远 反之 哪怕有滔天的权势 也必归于灭亡 善恶终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一切皆报 肖战和任敏主演的新剧《玉古瑶》可以说是当前的大热门 每一天都有热搜 粉丝们在话题下对作品开播 表达期待 这种场面轰轰烈烈 值得一提的是 江苏卫视官方已经连续两次暗示肖战 玉古瑶 给出的讯号是上星 对此 粉丝们纷纷表示秒懂 只是可能性还是觉得比较小 据悉 江苏卫视官方已经发出了两次暗示 都提到了肖战新剧《玉古瑶》 对此大家都在评论区里猜测 会不会要上星江苏卫视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对于演员肖战来说 肖战作品上星不是一次两次 循环播放多轮上星卫视黄金档 也是常态 收视率还是非常稳当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瞄懂 赤裸裸的暗示 希望如自己所愿 当然 时事求是分析来看 个人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被播的时候就是网剧 大概率一开始也是网播 收官后登上电视台 这种可能性略微高一点 总之 继续保持关注 毕竟目前都是网上的爆料 并没有官宣 非官宣不约 跟着官方走一直都是粉丝们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肖战将迎来自己的生日 这种隆重的场面 大家更要保持低调 肖战自己也多次强调 不要生日应援 没有大型活动 过生日也是在工作 这就是演员肖战的态度 敬业 踏实 非常努力 保持一个期待总没错 祝福演员肖战继续努力 未来可期 打破常规 越挫越勇 逆天改命 就是肖战这一路走来的状态 最近一直有人带丧 这一肖战的资源下降 甚至说肖战被软风杀 这真是我这一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这一年肖战王牌部队 余生请多指教两部剧多轮上星播出 出圈的热度还在持续 十几个代言连续续约 三十多个优质高端代言物料不断 重点项目梦中的那片海预定上星 交洋伴我 准备就绪 就等肖战 尽阻 代言高奢品牌全球全平台首发 从未有过的巨星牌面 如果这也叫资源下降被软风杀 那什么才算资源顶级 价值断层 2020年面对横扫网络平台的舆情风暴 不要说吃瓜群众 就是业内人士也都认为肖战自此告别娱乐圈 所有的朋友鼎盛不过昙花一现罢了 可是肖战就是闯出山崇水赋 移无路的人生绝境 寻到了柳暗花明的华丽转机 当很多人认为肖战处于事业困境 一定会利用粉丝同情自降身价 大量接代歌粉丝韭菜的时候 他2020年一个代言都没有接 很多商家公开喊话 他也没有回应 当时作为一个最红顶流 他的代言已胜五席 大家认为他已经被商家列为争议艺人 失去了商业价值的时候 2021年 他的代言从数量到质量全面升级 30多个代言都是品牌代言人的头衔 很多都是越过漫长的考察期 直接空降 当有人断言说 肖战为了弥补2020年的损失 定会入组综艺 巩固热度的时候 他默默排练40多天 走上了受重面极窄的话剧巡演的舞台 太多太多的你以为都被肖战一一打破 你真的不能定义肖战 这个清醒而自知 睿智而倔强的肖战 从来没有在大众的定义中改变自己 他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从刚刚踏入一落圈 宁可得罪公司 不被重视 也拒绝上交自己的私人社交账号这件事 肖战的坚持 肖战的智慧就可见一斑 称大事者都是敏于行而纳于言 了解肖战的人 了解肖战的人都会坚定地相信他 在打造更好自己的路上 肖战一直从未止步 肖战说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我们愿意陪着他一路披荆斩棘 攀更高的风 赏更美的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